请看 她总是想一出 试一出 从我们认识开始每天 都是一出新的戏 我那个事情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可是她总是误解我 我真的是要被她逼疯的 如果她一直这样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这个家总得有一个人来规划 我全心全意为这个家付出 难道还是我错了吗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徐先生25岁 来自湖南安检园 范女士25岁 来自湖南化妆师 欢迎老妹 你咋了那么紧张 就是我们生活之间 存在一点分歧 你别那么紧张好吧 放松嘛 是安检她的时候认识的 没有 我们是在 大学里面认识的 我们都是在台湾上的大学 然后我们也都是来自 长沙 同乡 你们在宝岛开始的恋爱是吗 对 那时候我大一 她大三 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性格 特别好的女孩子 善解人意 然后也不虚荣 她的这个好的性格 就是吸引了我 符合我的择偶观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 聊着聊着就在一起了 这个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来这儿 这是在我们相处的一段时间 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发手机信息 她说她要跟我分手 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我们相处得那么好 也没有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她为什么要跟我说分手 主持人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寒假的时候就一起回长沙 那会儿我们就生活得挺开心的嘛 就天天一起也打工呀 也一起约会 但是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大四那个学期 需要留在长沙打工 但是她是需要回台湾那边完成学业 我们是异地恋嘛 我就觉得我不愿意接受异地恋 因为现在许多异地恋的情侣 都很痛苦并且分手嘛 所以我想说长途不如短痛 那还不如先分手 你好理性啊 你谈着试试嘛 不行再分嘛 现在年轻上我特别害怕 那个未知的困难 就是你还没来先给自己 先做了一个防御了 因为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很怕那种感觉 就是天天她不在我身边嘛 就只能通过手机联络 那后来呢 然后后来她爱话没说 就把我全部都拉黑了 然后我们有半年没有联系 在这半年里面 我又想过要跟她复合 我也挺想她的 我就想找一个机会 然后再去跟她好好聊聊 难不掉有一天 她自己主动加了我 她说她想跟我谈一谈 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然后聊着聊着 我们就要复合了 挺好 挺好 但是在复合里面 相处处了一段时间 然后她跟我讲 她说她要跟我结婚呢 要结婚了 对 你这半年受了什么刺激了 孩子先要分手 分完一手以后 折腾折腾就要跟人结婚 你怎么了 孩子 因为我们复合那两三个月 是挺开心的 因为也是属于异地恋 我跟她开心是开心 但是不免有另外一种担心 就是说我不知道她哪一天 可能就会消失了 因为我可能确实是 很没有安全感嘛 就特别怕 所以我想说 尽早能够结婚 有一个保障嘛 这样我不用每天 患得患失这样子 所以我就提出要结婚 那你咋回应她呢 然后她当时她这么跟我讲 我是因为毫无任何准备 我也没有马上答应她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毕业 我也还没有工作 但是她一直很执着 然后我就去跟我的家里人 去跟交流 因为我家人本来是见过她 对她印象也不错 她家里也见过我 所以我看到我们双方家长的知识 加上我跟她关系也不错 所以我就答应了 跟她结了这个婚 但我原本以为 然后我们就是说 在书家的时候 那你们俩可不是男女朋友了 对 夫妻了 你们俩是夫妻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 有一次假期 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也跟我的一个好哥们说了 说我结婚了 我好哥们一听 就是比较祝贺我 然后说想见一见她 那天我就有跟她说 她说她知道了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就在我去见我哥们的前几天 她却又有一个想法 她说她想要到云南去旅游 我当时是因为 她好不容易才回来嘛 所以我想在这个短期的假期 能够让我们两个有 两个人独处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 刚好我在网上有看到 有一个特价的旅游团嘛 然后我想说 趁着这几天的时间 能够跟她一起 两个人单独地来一次蜜月旅行 我上次有没有跟你说 我说我要带你去见我的一个哥们 我也跟你说了 你也没有拒绝 你突然间又跟我说 你要去旅游 你真让我等于放了她的鸽子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为什么总是想一出试一出呢 不不不 我不认为我是想一出试一出 因为我是一个有规划的人 你哥们什么时候见都可以嘛 寒假暑假都行 我们可以拿几天去陪他好好玩 然后我就想说 趁着这几天的时间 能够给我们两个一个独处的机会 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完全是为我们两个着想 你为什么永远认为我是想一出试一出 好像我天天都是在荒唐的闹剧一样的 因为你不提前跟我讲清楚 总是变来变 因为那天是突发情况是突然看到的 而且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嘛 然后那一次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不去 我就拒绝了她 我原本以为她就是跟我讲一讲 气话算了 但没想到第二天她自己还争去了 那我当然要去啊对吧 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而且机票也都订了 那你不跟我去的话 那我就只能自己去 而且我当时也没有耽误她 继续去见她哥们 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呀 然后知道那回以后 她有一天她又打电话给我 她说她在网上阅读 看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内容叫做 早睡早起可以延长寿命 然后她就跟我说 要求我跟她一起 每天都要很早地起床 对 那我也是为你身体着想 因为她当时身体比较疲惫嘛 然后她也不懂得 爱惜自己的身体 经常熬夜 因为她是假期嘛 所以我们当时在长沙 是并没有住在一起的 那一小段时间 我熬夜 我熬夜是我故意熬夜嘛 那次我找了一个兼职 我那个兼职需要加班 需要熬夜 我也跟你说 我知道 我理解你 但是你要我早上那么早起来 我打不到 多早啊 六 七点那会儿 我就必须得起来 因为我真的是为你着想 因为我觉得说 早上六 七点起来 对吧 然后你累的话 你可以说 你先吃个早饭 或者是可以空腹喝一杯温开水 然后你再睡觉 这样子的话比较好 如果你做不到会怎样 因为我们都在长沙 没有住在一起 她有一次打电话 她先是打给了我 结了婚 为什么还不住在一起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 那时候 对 那时候长沙刚开始没有房子 然后 然后她先打了个电话 她给我 因为那天我困了 我没接到 然后她就打电话 就给了我父母 让我听好尴尬 那天很没面子 那我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尴尬的 对吧 我们两个都已经结婚了 那我只是打给你父母 去关心你 那你睡觉没有听到我的打电话 那我肯定要去问一下你父母 你的有没有睡觉的情况呀 对吧 早上有没有起来 那如果没有起来 可以喊你起来 然后就是让你吃个早餐 说不定你中午的时候 也可以再补回睡眠嘛 对吧 这个不重要了 我现在听明白 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 一直是女生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 并且经常突发奇想 然后你就开始配合 对吧 还有什么突发奇想啊 然后就后面 家族过完 我就回到学校里面了 等于我们虽然也结了婚 但是我们还是开始一地恋 然后就是过一段时间 她冒出一个想法 她说她想到深圳那边 去找个工作 因为当时我在长沙的工作 并不是很好 就是说那个薪资待遇方面 你学什么专业 形象设计 为未来做规划嘛 我就很想去 然后她那天她要跟我商量 然后我因为我还没有毕业 所以我觉得她先去深圳那边 找个工作 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也没反对 所以她就去了 然后等我正式毕业之后 她跟我说 想让我跟她一起 在深圳找工作 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想在长沙 我想在老家工作一段时间 等攒了薪水以后 我再过来 但是她就是不同意 一定要我去深圳 我想结束这段异地恋 所以我就想 为我们两个找一个 最好的打拼的城市 能够在那边定居 我那次我不是不想去 我说我工作一段时间 我再来 我也不是跟我说我不来 你干嘛 总是要强迫我呢 去没去啊 最后我去了 然后我到深圳以后 我本来是想找一份 跟我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 然后她就跟我说 要我去当警察 你的专业是 传媒 我是特别想她当警察嘛 因为我比较缺乏安全感 所以我想说 她当了警察也可以保护我 然后她 但是我不学这个专业的 我也没上过警校 我也不懂这个行业 你要我选择一个 我自己根本专业不对口的 那等于来说不适合我 所以你后来去了哪了 你说 最后给我找了个 地铁安全队长的工作 然后我面试了以后 我面试也通过了 我就想这面试过了的话 也算是个机会 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月 然后一个月以后 她又冒出一个想法 她说她想要出国留学 因为我觉得她之前 对我给她找的行业 她不满意 专业不对口 那现在我也是为她着想 我看到有一个好的发展机会 就是刚好是传媒类的 所以我就想说 让她去国外进修一下 就是说不定她 做了她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她回国 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那我同时 我自己也可以去国外 进修一下化妆 说不定回国以后 也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做规划 可是你永远都觉得 我是想一出试一出 我就不懂为什么 真的 我都是一直在 为你的事情关心操心呀 自从那次以后 她的意见很执着 然后她每天 几乎都会买一些资料回来 要求我跟她一起看 然后同时呢 她要我去跟她上语言班 最后我没办法我就去了 那段时间我是每天上班 下了班以后 就跟她去看资料 后来是不是因为 疫情的原因没走成啊 对 对 没有 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就没去成 然后我就跟她讲 我说那既然我们在深圳这边 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 那在这边做 那也没什么是不对的 但是我没想到 又经过一段时间 她又来了一个想法 她又说她想要孩子了 因为我认为说 那我们的计划都没有达成 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走不了 那我们在国内 就要有一些规划对吧 因为那时候 我们也已经结婚一年多了 那要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对 一个是因为说 女生到就是太晚生孩子 可能是高龄产妇 是是是 第二个可能说 你生太晚了 可能生出来的孩子 质量也没那么好 我也没说要到很晚 我只是说等个 也一段时间登场 产了钱以后再生啊 可是你永远都是说 一段时间 我都不知道你一段时间 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这孩子生了吗 没有 他不同意啊 然后他要生孩子以后 他就要我跟他去 采取备孕措施 然后他要我跟他去医院 去体检 去抽血 那肯定要提前做准备啊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们到医院检查以后 医生说我们抽血没问题 我们身体都挺健康的 就是说要早睡早起 不要熬夜 不要碰那些烟酒之类的 医生这么讲完以后 他要给我制定一个计划 要求我必须 每天早上跟他起来 也是要晨跑 很早就要起来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运动方面 你要加强身体的机能 然后饮食方面 我也会给你制定一套食谱 那这些也都是 不单单是被孕 你自己做这些 也会对你的身体 也有好处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得 爱惜自己的身体 五七二半家点的话 我没时间 我说了等我休假的时候 再跟你去 这有什么吗 我知道你 你要我天天这么跑 万一我在岗位上 我睡觉的话 那我不被骂死去 你这不是要我出丑吗 还有就是 有一次我们公司同事聚餐 在一家火锅店 他知道以后 他要跟我一起去 但是他给我一个规定 他说我不能够吃火锅料理 不能够吃双双肉 我必须吃他的营养餐 搞得我那天在火锅店里 同事全都在看着我 搞得我好尴尬 因为当时我真的是 就是每天竭尽全力 为你做那些营养的食谱 所以我希望你真的 每天能够按照 我的膳食食谱来 我也不希望你 我吃一次火锅怎么啦 我就吃 你要被晕的话 我吃一次火锅 这真的不行吗 我希望你严格按照 因为我很看重这件事情 但是我发现你 要不就是说口味不对 你这么周密而庞大的一个计划 居然没饱饱啊 还没怀着 没有 他不同意 他觉得我就是非常荒唐 一系列做规划 他都认为我是在好玩似的 我问你啊 这除了不让你吃火锅 然后吃营养餐 那还让你干嘛 然后他又给我加了一项 他要我吃保健品 然后我就又吃了以后 好几次我流鼻血了 我在单位里面 我同事都吓到了 你害得我那天差点 丢了那个工作你知道吗 同事全都来问我 那你身体还行不行 还能不能试试这个工作岗位 那些保健品我是有问过医生 医生说这个是可以吃的 只是量不要太多 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特别煎熬 就比方说我不能吃火锅 营养品他说我也得吃 对 保健品我也得吃 然后每天早上 还要跟他起早去晨跑 因为我那个 一天安检队长的工作室 经常要加班 我每天就加班加到凌晨 然后早上又要起来跑晨跑 那段时间我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快要猝死般的感觉 可是我再怎么样 可是就算我有一些方面 可能用错了方法 但是我一心都是为你好 你为我好的话 你也要倾听一下我的感受吧 因为我知道你从来都是不同意我呀 你永远都认为我是在想一出事一出呀 都是两方要达成以后才彼此签字的 你这跟我商量是没错 但是我不同意你 你逼着我 你这是不尊重我的感受 因为你天天都认为我是在荒唐 你知道我内心有多难过吗 我觉得他总是想一出事一出一出一拍脑门 一个想法 我觉得他跟我说要生孩子这件事情 可能是他自己太操之过急了 我觉得现在也不着急 所以我就说不答应要 然后呢 他又给我提一个要求 他说如果我不答应他 从现在开始 我都必须睡到客厅去 他就睡在房间里 我当时听 我觉得真的好不像话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你那会儿怎么就轻易地就结了婚了呢 因为也是考虑 我真不觉得你们俩像夫妻 就听到这件事我觉得荒唐 这就是一个小女生自己在那儿 按自己的想法过家家 然后突然跳出来一个男人说 来 我配合你过家家吧 你才终于清醒了是吧 是的 我觉得他想一出事一出啊 那你没有想到怎么解决吗 所以我今天就是来这个节目 就是想要主持人还有各位 就是你在生活里面想过怎么解决吗 我想过很多 但是我一直没折 就是说希望彼此尊重 就不要老用这种强压的方式去 你可以反抗啊 我反抗很多回 但是每次都没用啊 你这么大人 他能把那个东西塞在你嘴里 他都已经跟我说 我如果我不知道他再来 他就要我睡客厅呢 睡客厅 睡客厅呗 可是这样子不太像夫妻的关系啊 来来来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是时候婆婆不应该出场吗 出场了 这婆媳关系 不是天下最难的关系 为什么在这段关系里 婆婆没有出现呢 你妈呢 孩子 我爸妈是离婚的 现在她没在我身边 你妈也不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 所以你来吧 婆婆 哎呀 这个我不来还真不行了啊 来 姑娘 你妈知道你们的情况吗 因为我们平常有一些争吵 我们很少跟家长说报喜不报忧 所以我觉得呢 你就要掉虎离山啊 你就把这个孩子弄到深圳之后 你们双方的父母都无法知道你们的生活状况 也无法掌控你 更没办法干涉你啊 姑娘 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没有长大的孩子 你反复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实验你的各种想法 然后通过各种的方法来付诸实施 这是很可怕的 她毕竟是一个成年人 是你的爱人 她已经为你妥协了很多 已经为你做了很多 如果再接下去 你还继续用这种想法来控制她 来改变她的话 婆婆不出现 她自己也会把这段关系及时了断的 你觉得你有问题吗 我听到嘉宾老师这么说 我是知道说 所以你们俩的关系 其实没有跟别人说过是吧 对 不太喜欢向别人说我们太多的 你也没有跟别人说过吧 这位 没有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的生活不能被一个人控制了 如果她想控制你是她的错 如果你被控制那是你的错 所以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 你也有问题知道吗 双方一起改变好吗 好 谢谢群姐 周老师 先看一下这个小范 你不要自己再欺骗自己了 你每一句话都说 我规划 你是化妆师 你不是规划局上班的 你天天规划 她的人生是需要你来规划的吗 两个人 一个家庭 你们的未来是共同创造的 清楚吗 还有这位男士 俗话说得好啊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你们的状态就是这样 你天天看到她 敢怒不敢言 你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你还想回到屋里睡 你还想回到屋里睡 就你这个表现 你早晚睡到屋外的 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你连争取的行为都没有 哪来幸福 嗯 说得特别好 来来 听听莎达老师怎么说 来来来 乌扬 你每天没别的事干了吗 你有自己的工作吗 我问你 当然有自己的工作 只是在咸鱼时间 我会 你咸鱼的时间可真多呢 还制定食谱 早起早睡 那些心思放在工作上一半 我觉得你可能就没有这么闲了 因为平常工作时间真的不长 然后 就是闲 所以说呀 你所以你就是闲的呢 哎 你的 为了他的好 然后为了你们未来 什么你们共同的心愿 等等等等 我告诉你 所有的这些 都只是你一个人的所想所为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看你 让他陪你去深圳 要求跟你结婚 让他去当警察 然后呢 要去留学 报英语班 然后着急要生孩子 你这么不理解他 这么不尊重他 让他完全按照你的轨迹去生活 你安排的轨迹去生活 那你告诉我 他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你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人生会非常地不幸福 所以过到今天这样 他70% 你30% 你现在就是一个木偶 他提哪拽哪 然后你就动脑 你现在应该做的 真的不是说考虑 接下来怎么能到屋里面去睡 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 是不是要逃离这个人的魔掌 你让他改变这种性格 很难 所以你自己考虑吧 来来来 你想生儿子还女儿来的 都有这样吧 生孩子存了多少钱啊 没有一直在努力 我觉得就算他说的经济不行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不用说但是嘛 我就问你嘛 存了多少钱嘛 没钱 生下孩子之后谁带啊 我想的是可以把父母接过来 让他们先带一带 然后等我们工作稳定了 然后我们就接手自己带 你工作还不稳定呢 你认为自己思考过了 其实是没有思考过 你只是幻想过了 你能理解这里面的区别吗 幻想和思考的区别是什么 幻想是只想好的那一方面 思考讲三件事情 叫三思 思危 思辨 思退 比如说你让他吃一样东西 你让他吃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想到 吃了这个东西 你身体就变好了对吧 这不叫思考 这叫幻想 因为你只想到了好的那一方面 真正的思考是什么 如果这个东西吃了之后 身体会有负面影响怎么办 比较思维 如果吃了这个东西 你倒下来之后 我的生活该怎么变 思辨 如果我们不吃了 那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这叫思退 这叫思考 你一直在说规划 你知道承诺 规划和决定三者的区别 什么是承诺 比如说 他跟你说完 他要接待那个朋友 你说好的 这叫承诺 承诺是不可更改的 至少我们会认为承诺更改了 这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 哪怕有更大的利益出现 更多的好处出现 我做出了承诺 我就不能更改 这叫承诺 什么叫规划 规划是可以改的 但目标不改 比如说你说 我未来要变得更好 然后说我要去留学 你根本没有想 留学和未来变得更好之间的 真正的逻辑关系 留学是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该怎么走 是需要经过思考的 你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决定 而不是规划 你所有的思考都是幻想 而不是真正的思考 最后我来解释 你的不安全感 你不是不安全感 你那叫焦虑 你内心充满了全部的焦虑 这种焦虑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信息的过度涉入 你看你所有经历的那些事情 什么吃这个 吃那个备孕 要留学要怎么样 全部都是网上的信息 谁说了一句什么 是不是他是不是都看这种文章 看完之后 他马上一个决定就出来了 那些文章 在利用你内心的焦虑 然后你幻想了一下之后 就去做了决定 所以你真正要做的 不是去做什么决定 而是克服内心的焦虑 你看所有的一切 你到最后你说了一句话 只有这句话是有用的 等我们工作稳定之后 那既然要等工作稳定之后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不把真正的精力放在工作稳定上 至于你 你想要让你的妻子不焦虑 你必须要强恨起来 你就应该跟他分开一段时间 你让他自己折腾 干嘛配合呀 每次还配合 配合得特别好 一个年轻的孩子 大学还没有毕业 双方稳定是最好的 情感的稳定 互相的观察和了解 那是最好的 着急结婚是最坏的结果 对吗 在一个城市里去闯荡 抱团取暖是最好的 尊重对方是最好的结果 不是 是你以为你以为对的 你给他做了一个决定 关键你配合呀 你很积极地配合呀 那下次他拍个脑袋说 我觉得对你好的 就是我们俩离婚 你离不离 离吗 离吗 行吧 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倒觉得你们俩在一起 其实也挺好的 你就记一记 今天四位老师说的 最核心的话 咱长点心 下面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经过嘉宾老师的点评 我确实是觉得自己这一系列 可能貌似荒唐的决定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心里一定是爱你的 虽然可能在大家看来 可能觉得我的爱可能有点 就很奇怪怎么样的 但是我想否定的是说 我这一切都是想害你 或者是说我这一切都是想整你好玩 我要否定这一点 我一定是爱你的 只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在爱你 我听到他们这么说 我是愿意做改变 就是我知道这样子天天 让你这样配合我 我觉得确实是感觉我很不对 然后也觉得说 觉得你非常辛苦 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呢 我是确实愿意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看看这个年轻人怎么选吧 至少我觉得这个男生 应该有点志气 表达一个 我要捍卫自己的这个愿望吧 请开门 确实在这段关系中 我一直在压迫他 然后也是 一直没有给他任何的空间 现在我已经完全认识到 自己整个行为都是荒唐的 而且特别错误的 那我就想说 能够让他给我一个 改过自信的机会 因为毕竟我肯定不是故意的 我不想伤害他 所以我这些行为 我希望他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回去之后好好聊聊 这个交交心吧 一起规划规划吧 来吧 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 请亮灯 丫头慢慢地长大吧 谢谢你们俩 请回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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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